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这个也是中国文化里面 中国温泉文化有别于外国温泉文化的特点 讲到最早应该从三皇五帝开始 那其实就宣言皇帝来讲 一道出窑城 逆元古道金 雪天生谢玉 月夜隐窑金 遂汉施工大 明喝被择生 浮秋雨宣帝 先机可追寻 那这个是北宋年代的近世 林唐佐他所写的《黄山汤泉》里面所记载的 中国人的人文始祖 宣言皇帝他在《黄山汤泉》 《靖泉七天》 《皱文泉销》《烦恼还童》 这样子的一个语化成仙的传说 但是呢 这虽然是一个流传于上古时代的美丽传说 但它的真实性虽然无从考证 但是就更早期的文献《周易》里面来记载的 有关宣言皇帝当时 《观乎天文》以查时辩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通其辩》使民不倦 《神儿化之》使民遗之的记载 由此断定呢 宣言皇帝的时代 中国应该已经开始有在使用温泉了 那民众呢在这个劳动之后 为了要恢复体力 浸泡温泉 饮用温泉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们把这些拜官野史把它抛开 就正史来讲的话 中国在利用温泉的历史记录 可以追坐到六千年前神龙的时代 那神龙市呢 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 有记载 在公元前四千多年的时候 神龙藏百草之滋味 知水泉之干苦 令民之所必救 那这个里面 所谓知水泉之干苦 应该就有含化到温泉的引用 等等的这些概念 那中国在商朝 我们都称之为商汤时代 那在汤朝的时候呢 汤它所指的就是热水 那商朝的开国君主 即以陈汤为名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认为 他可能也因为喜欢温泉有关系 虽然这有点俏皮 但是从出古的商代甲骨文中 也有温泉的泉水记载 后来在《诗经》之中 也有提到泉水 那在先秦时代 《尔雅试水篇》 是中国最早对泉水加以分类的资料 那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儒家 在西元前五六百年之间 洪子这一位春秋时代的教育家 在论语中他有提到 他说牧村者春福继成 冠者五人同者六七人 御乎其风乎五兮永而归 其中玉乎其一籍 就在屈腹以兰的汽水中 来浸泡温泉 可见孔子也是中国温泉文化 最早的提倡者 以及实践者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代 湖北三房县的群众 他们已经利用温泉 来进行洗浴 农业灌溉等等的使用 已经有历史的记载了 那在黎山温泉自三代末 显渝市的这个顺字本 灵同县制里面有提到 在2800多年前 黎山温泉就被人们发现了 那在西周的时候 周幽王在此修建了黎公 那历史上称为新陈汤 那到了行始皇的阶段 开始修建黎公别墅 名曰黎山汤 那到了西汉武帝的时候 扩建为黎公 那讲到汉朝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一位汉父的大家 也是一位发明家叫张衡 那张衡呢 他当时来到了黎山附近的这个温泉区 然后他撰写了温泉赋这篇文章 来描写长安附近黎山著名的温泉 那到了北魏的年代呢 水晶柱里面有记载 在里面的温泉呢 总共有31处 其中就有12处 可以拿来作为疗养之用 难能可贵之处 这部中国最大的水文砖柱中 作者按照温泉温度分成五个阶级 依次呢分别为软、热、炎热特胜、炎热培肾、炎热齐毒 如炎热特胜呢 他就可以将鸡、猪等动物的毛经汆烫去除 那炎热培肾的话 就能使人逐步烫烂 炎热齐毒的泉水 可可以将稻米煮熟 那此外水晶柱中也特别提到 大容山时出温汤、寮治百病 温水出太一山、汽水沸涌如汤等 这些文献的资料当中可以断定 就是在我国北魏时期 温泉已经开始被人们所广泛的利用 那在整个有关温泉的父、名、诗等等之中呢 最有名的应该属于华清宫的魁宝 温泉名碑 那这个黎山温泉是中国历史上文献最早 也是记录最多的温泉 那黎山温泉后续受到历代君王的喜爱 从秦始皇在这边建有宫殿 称为黎山汤 唐太宗、李世民建有华清宫 那这个温泉的池呢 就称为华清池 那设有温泉建、专司皇家木汤的事物 那华清宫他本身也记载着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新衰 记载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那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意识以及相关的文物古迹 那李世民、唐太宗呢 他有一篇温泉名碑 在华清宫的历史上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碑石 那堪生是一个精品 那在贞观十八年、西元六四四年 唐太宗呢 命左卫大将军、江行本主持 迎建黎山行宫 那历时三年 在贞观二十二年正月落成 赐名汤泉宫 那太宗呢 在信游黎山时呢 建宫内、阁楼参生、殿雨辉煌、山水交融 于是称姓男子 灰豪座、温泉名 并磕石成碑 那立于南门 那左侧的御书亭内 那来告诉诸位大臣 古代立碑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 它是一个非常正式而隆重而神圣的大事 那尤其由皇帝亲笔、徽豪来立碑 更是罕见 那唐太宗呢 能为黎山温泉清赚立碑 那可见他对温泉的重视跟喜好的程度 中文字幕具处论 温泉 作详?-中文字舞匙 komm 見て